1,2,3,Let's go! 哈囉大家好我是Doreen 好久不見 今天呢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今天的行程就是要去找婆婆 因為其實今天是禮拜五 然後我的老公還有我老公的弟弟們都要上班 因為我婆婆是要幫我辦一個生日茶會 在明天就是禮拜六 那因為他們今天大家都要上班 所以今天其實沒有人可以真的幫我慶生 除了我婆婆 所以我今天就會去跟我婆婆一起hang out一整天 然後這個禮拜的影片呢 就是要讓你們陪我一起過生日 那因為我剛好有收到蘭蔻零粉感的邀約 所以我今天想要順便一起來實測蘭蔻零粉感的厲害 因為其實我久仰零粉感的大名 我一直都聽說他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持久 非常的水潤 而且不會脫妝 尤其是因為現在大家不是常常都要戴口罩嗎 你很容易粉底會沾到口罩上 但是我聽說零粉感他會 可能不是到沒有 完全不脫 可是會減少非常非常多 你把底妝沾在口罩上的這個狀況 然後我一直聽說他很厲害 然後妝感也非常好 因為我非常期待來真正的試用看看零粉感的厲害 剛剛已經把所有的保養程序都已經做完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直接來用蘭蔻的零粉感來上妝 然後我還是比較習慣用海綿蛋來化粉底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會用美妝蛋來上零粉感 然後我的色號是BO01 那我想要現在給大家看一下蘭蔻零粉感的整個粉底的流動性跟延展性都是非常好的 你看 你看他流動性是超級高的 然後隨便推一推 也都可以推開 他不會有那種就是卡卡的 然後很乾很難推的那種感覺 都不會 然後我現在穿的是我老公的衣服沒有錯 因為我自從 懷孕之後就很常穿他的衣服 因為就很方便 我也沒有 目前還沒有特別去買什麼孕婦裝那些的 然後因為他的衣服本來就比較 對我來說比較寬鬆 所以我就會穿他的衣服 我之前啊 就是前 剛懷孕那陣子 長了很多痘痘 可能是荷爾蒙在改變 然後應該看得到 就還有痘疤 這邊都是 應該是說 在我去驗孕之前 我就有發現我那陣子常常在長痘痘 我就覺得有點怪 因為 我之前不是有說過我 打完前兩劑疫苗之後 有陣子 感覺好像有一點內分泌失調這種感覺 就是也是長了蠻多痘痘的 可是後來 後來這個情況就有緩和下來 然後 緩和下來之後 就是在我驗孕的前一陣子就發現 又突然間開始長痘痘 但 後來就發現說 應該就是因為那時候 懷孕 然後荷爾蒙在改變 所以才會突然間又 狂長痘痘 你們應該剛剛看得出來 零分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上妝 因為他你用海綿蛋 然後你輕輕鬆鬆很隨意的都可以 把妝推開 然後他不會有那種卡卡的那種現象 然後我覺得他的遮瑕程度 你如果只單上一層可能是沒有到很高 可是 我覺得他是可以堆疊的 然後其實我本人沒有在愛遮瑕度很高的粉底 因為我覺得就是各司其質啦 就是粉底就當好粉底的角色 然後如果我真的需要遮瑕 我就再去用遮瑕膏就好 我不太喜歡 整張臉都很厚重的那種感覺 所以零粉感對我來說 他這個遮瑕程度 在我心中是非常完美的一個程度 嗨 嗨 你有沒有覺得我很久沒有錄影 很久 好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現在上完粉底的樣子 然後你還是看得到一些痘疤 像這邊 這邊 所以我等一下還是會用遮瑕膏來遮 但你們可以看得到 他的妝感是有一點點微霧的感覺 就是他沒有到說真的是霧面 可是你看還是有一點點光澤在 我超喜歡的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到那麼愛超霧面那種妝感 我還是喜歡他有一點點光澤 我覺得他這樣是超完美的一個 濃淺和度 就是不會到太油亮 可是也不是到太霧面 然後你們看他連鼻翼這個位子 他也不太會有卡紋的現象 就是非常非常好推開 然後保濕程度也很高的一款粉底液 好然後我再來就要把剩下的妝全部都化完 然後再回來跟你們分享我整個定妝完之後的樣子 我想要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已經上完遮瑕跟定妝完的妝感 他的那個奶油肌的光澤感會再掉一點 因為我剛剛是用蜜粉上妝的 可是通常時間過久一點 一整天這樣下來 你出一點油啊 下一點太陽啊 在外面 他的那個蜜粉的妝效又會再比較掉一點 所以奶油肌的感覺就會再出來一點 好那我繼續把其他部分都化完再回來 好的各位我完妝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加上眼線眼睫毛腮紅眉毛的樣子 然後我現在只剩要去夾頭髮跟換衣服 我就可以出門了 再給大家近看一次他的妝感 我真的超級喜歡的 而且他在我還沒有定妝之前 他就不會黏黏的 因為有一些粉底液比較黏 像尤其是氣墊粉餅那類的東西 都會非常的黏 可是 零粉感這一支是你擔上他 其實你不定妝 他也不會有那種 讓你覺得說黏黏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超喜歡的 那我現在就要去換衣服加上捲頭髮 回來給你們看最後的 今天的OOTD跟造型 好嗎 好了我換完衣服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OOTD 這就是我今天要穿的衣服 就這樣 這雙是室內拖鞋 等一下會換那一雙 我其實現在明明肚子就還沒有很大 只是微微的 我現在肚子有點像是 其實跟以前差不多 因為我以前肚子本來就還蠻大的 尤其是吃飽的時候會整個小腹會這樣 龍起來 其實就跟以前差不多 只是比以前在微微再凸一點點而已 所以其實我根本還沒有什麼韻度 可是因為我的脹氣非常嚴重 所以我尤其是一整天下來到傍晚的時候 我肚子都會很大就是很脹 可是其實不是不是寶寶的關係 是就是脹氣的關係 然後會非常不舒服 所以其實我之前所有能穿的 我穿的下半身幾乎都已經不能穿了 除了說像我現在身上這種裙子 就是它本來就是鬆緊的腰頭的那種 然後像之前我的內搭褲 就是我所有那些之前拍的 我的最愛內搭褲們 內衣整集裡面的leggin 我已經全部都不能穿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很壓縮的內搭褲 那因為整個褲頭也都是 就是腰頭那邊我本來就是追求 一定要有豎起來這種功效 它如果這樣豎起來的時候 我在脹氣的時候我就會更不舒服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 再穿任何一件之前那些內搭褲 我都只能穿就是類似像這樣 這種很寬鬆的裙子 或者是之前買的比較大件的棉褲 所以就是我最近的一個 穿它的風格跟大家分享 好爛喔 然後給大家再看一次就是 我現在已經頭髮都捲完了 然後頭髮也是一個 我之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自從發現懷孕以來 我頭髮改變超多 我之前我不是說我髮質什麼多爆好啊 什麼很絲綢啊 不是這樣講 只是我沒有過說乾到 我明明沒有染沒有燙 我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可是它竟然乾到我在洗頭髮 就是我之前所有我喜歡的洗髮精 全部都不能用 我試了幾款洗髮精 才找到我現在用的這一款 是我可以用的 然後它會讓我頭髮沒有那麼乾 然後在我洗頭的時候 我也可以完全把頭髮這樣梳開 要不然之前全部都卡在髮尾這邊 就是髮尾這段會非常非常的乾 這就是我捲完頭髮 然後最後臉上的妝感再給你們看一次 我真的超喜歡零粉感的這個妝感 我現在喜歡這種就是它沒有 不是霧面 但是它也絕對不是到亮面 然後就是有點芥在中間 你還是微微看到一些光澤感 我覺得超好看的 我超級喜歡這一罐零粉感 推薦給你們 然後這次也要一起推薦給大家 蘭蔻的這個應該算是新產品吧 他們的零粉感超彈力水粉霜 然後你們不覺得這個包裝超美的嗎 我那時候第一個第一次打開來 從包裝裡面拿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我被驚豔到 我覺得它超級無敵漂亮 就是有一種莫名的高級感 它非常非常的輕 超級無敵輕 然後它也不大 就是當然不是說很迷你 可是就是可以完全是放在包包的這個 這個size 所以它很適合你帶出門 你稍微有時候你妝可能有點掉了的時候 你想要補妝你就可以拿出來補 你打開來之後 它就是有一個小小的蘭蔻的粉撲 打開來之後它就是這樣 它是有一點點像是水凝霜這種感覺 你們看得到嗎 之後會再示範給你們看 就是用在臉上的樣子 那我現在想要先給你們看一下它長這樣 然後我會帶出去 今天如果有需要補妝的話 我就會用它來補妝 你們看這是之前好久以前 我有給你們看婆婆在織我的帽子 她織完了 所以這是我其中一個生日禮物 This is so cute 你看 可愛吧 然後這是她買給寶寶的第一個禮物 已經 已經 This is gonna be after the announcement 已經賣寶寶的衣服了 已經賣寶寶的衣服了 而且你看這個襪子有多大 寶寶到五歲都還穿不了吧 她已經先買好了沒錯 我現在在車上等婆婆她去銀行領錢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先去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那次就是讓你們 就是跟你們玩 讓你們決定我的一天那天 原本我們不是要去吃一家英式下午茶嗎 就是有三層那種 High Tea 因為在我們家這邊她有開 有一個英國的女士她開了一家英國的下午茶店 可是我們不是到那邊才發現她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她沒有開 她只提供外帶 所以我婆婆就想要我生日 今年生日她去外帶那個三層的 High Tea 然後我們可以在家自己吃 然後就是生日茶會這樣 因為其實現在疫情還是存在 然後因為我現在又懷孕 就身份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我們也不想要去外面人幾人啊 或是邀請一大堆親朋好友 所以我也很開心這樣的一個慶生的方式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先去那個英國那個茶 High Tea那個店 為什麼我怎麼覺得我很久沒錄影 然後我現在連話都不會講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先去英式下午茶店 去拿我們訂好的 明天要用的茶跟茶點 然後明天才會辦茶會 但是我們今天要先去拿 我現在要來拆我生日的第二個禮物 這婆婆買給我的 你看這個就知道 這是我很喜歡的那家衣服的盤子 就是之前 Raffi看到別的狗 就是之前婆婆買粉紅色毛毛那間給我的 那家衣服店 對 對 這很可愛 這是很可愛的 這裡對 你看 你喜歡嗎 對 我以為這超級可愛 這完全是我的風格 很可愛 你都可以穿衣服 對 超可愛的 謝謝媽 她是不是真的很了解我 你們說 可能我明天可以穿衣服 對,那就是我希望 我要給你們看 我要給你們看 還沒完成 還沒有好 我不是明天要開 生日茶會嗎 然後婆婆已經把 桌子都已經 set up好了,我給你們看 這些茶具啊,都是她原本 就有的喔,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你看,這根本就像是 店裡面那種 超可愛的 我今天看到的時候 驚呼,因為她有跟我說 她有茶具,可是我想說 真的嗎?就是會真的這麼像 在 High Tea嗎? 結果你看 誇張耶,超可愛的 而且你看每個人都還有一個 花 好可愛喔 你看 我愛這個套餐 超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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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明天全部都是男生,只有我跟婆婆是女生 我老公的兩個弟弟 然後還有我公公 所以主要是男人 但是... 可愛吧 然後我們剛剛也去把那個 下午茶的東西拿過來了 所以明天就會在這邊 吃生日茶會 剛剛婆婆訂的剩下的 裝飾品寄到了 然後這個是其中一個 就是那種假的花 然後我剛剛已經知道要怎麼做 因為我第一次開的時候不會 就是我用不起來 然後想說我不要露,要不然很丟臉 可是我剛剛想 就有找到方法 可以把它從這樣變成一朵花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一起用這個 你不覺得這樣看 看不出來它會變這樣嗎 很漂亮耶 我們剛剛下午去Target 買了一些我的衣服 講衣服嗎 因為我好像不是有講說 我現在其實很多東西都穿不下 就是因為我脹氣非常嚴重 然後我原本是想說可以去買一些下半身 可是好像就沒看到什麼喜歡的 其實Target有時候會有一些很可愛的衣服 但今天就剛好沒有 可是我有買到一件內搭褲 它是懷孕可以穿的 就是它肚子那邊有 比較支撐的那種 布料設計這樣 然後 就是黑色的 我現在可以拿給你們 除了買那件內大褲之外 我還買了兩件的布魯內衣 因為我是之前的內衣也全部都穿不下 就是整個胸部都非常非常的脹 就是很不舒服非常非常敏感就對了 真的大家 我覺得如果除非你真的有經歷過這一段 你很難理解那個感覺 真的超級不舒服 所以我之前所有可以穿的內衣 現在全部不能穿 然後我就買了布魯內衣 因為我覺得這樣 我生完也還可以繼續穿 就不會說只有懷孕的時候 它已經慢慢成型了 很可愛耶 我們現在把它放到牆上去 你看 好可愛啊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其實遠看很像真的耶 反正是我太不懂花 好可愛喔 然後這個也是剛剛才來的 所以剛剛早上拍的時候沒有 這是我們今天要吃的餐廳 Pepper 超級小的肉 我真是在上面 好可愛嘛 看到他們一些さから 超級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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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玉米 玉米 aboy 兩米 那是我們今天的位子 它就在海的旁邊 因為那個人知道是我生日 超美的 給你們看一下菜單 希望你們吃不到 看這個 超美的 這是前菜 這是花枝吧 我不知道 花枝 OK,就是花枝 吃給你們看 外面有點OK 是熱嗎 對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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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點的義大利麵 對 我要這個 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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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不想試吃檸檬嗎 我很好吃 這個好飯是雪嗎 對 今日特產 確實是 好吃嗎 這很子氣 很美味 很美味 所以我激約了 我手被大冒傷 牠們了 所以這便被冒出了 因為我愛是冒孕的 因為我我喜歡 很香 很香 味道超好吃 超好吃的 Dory Y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Dory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So pretty Yay! My little birthday cake It's crunchy Is that good? Yay! Hello大家 我現在剛回到家 現在時間是9點20 然後我今天下午比較忙一點 就忘記給大家看我下午的妝感 可是你們可以看 我今天都沒有補妝 就是整天在外面 然後有戴口罩啊那些的 可是它完全沒有暗沉的現象 就還是跟今天早上 上完的時候差不多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明天還要生日茶會 所以我明天想要回家之後 因為我現在真的超累 我很久沒有在外面待到9點 就是我這幾天 就是知道懷孕以來 我幾乎每天都在家之外 我8點就會躺上床 就非常非常的累 所以我現在已經快要不值 我想要去洗澡 我想要去睡覺 有一些粉底比較會氧化的嚴重 所以你可能到傍晚下午的時候 臉就會暗一兩個色階 可是我覺得零粉感真的不會 它就跟你剛剛上完的時候的顏色是一樣的 然後反而整個妝感還會變得更自然 所以我明天會繼續記錄我的生日茶會給你們看 然後我明天一樣會用零粉感上妝 然後再來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先這樣 祝我生日快樂 我覺得今年生日蠻不一樣的地方是 算是第一個不一樣身份的生日 就是今年生日 我是一個媽媽 雖然還沒有生出來 就還在肚子裡面 可是感覺上還是不一樣 我就把阿姨傳一個很可愛的訊息給我 他就說今年生日身份不太一樣啊 然後他就說有一個小小的人類 就是陪著你一起慶生 我就覺得對耶 我沒有這樣去想這件事情 就是今天不管怎麼樣 就算今天我老公不在身邊 我婆婆不在 或是我公公不在 或是我沒有任何家人在身邊 我也不孤單 就是我身體裡面有一個人 是陪著我一起度過這個生日的 我就覺得真的感覺很不一樣 可能之後有機會我再另外一支 講懷孕的影片 我再來細講這一切 我現在做也還沒有很久 因為也才要第一個trimester 剛要過而已 可是我覺得我有很多很多感觸嗎 應該這樣講 可以分享給大家 好今天先這樣 我要去洗澡了 明天見 明天生日茶會見 然後還有快速分享一下 這是婆婆今天買送我的花 是我的生日花 是不是很美 而且我跟你講超香的 我們剛剛在車上拿回來 一整車都是花香 很可愛吧 你們看 而且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很色彩繽紛的 真的很謝謝他 See you tomorrow 哈囉各位 今天的場景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老公的弟弟 他昨天晚上開車下來 住在我們家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在外面 玩電動 所以我今天來裡面化妝 這樣才不會吵到他們 他們才可以在外面玩 所以你們會一直看到 這邊有那個電動的畫面 好的 然後我今天就還是一樣 要用零分感來上妝 我真的覺得他超好推開的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說 要很大力或是 他會延展性不好都不會 就是輕輕鬆鬆就可以推開 我上粉底通常是 少量多次再上 因為我很怕一次就太多 就無法挽回 就會太厚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從發現懷孕 其實應該也不是說一開始 可能從前一個月開始吧 我就每天晚上會做非常多夢 而且是各式各樣天馬行空的夢 就是不一定是可怕的 然後也不一定是好笑的 就是有可怕有好笑 有莫名其妙 然後全部混在一起這樣 整個晚上會不停的 做不一樣的夢 我昨天晚上就也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跟 懷孕有沒有關係 還是說就是 我自己 你知道可能 想太多 無聊 這是還沒有遮瑕的樣子 所以你就還是看得到 有一點點痘痘啊 可是我等一下會上遮瑕 把它遮住 可是他就是非常的透 他不會說有 很厚重一層的那種感覺 好了我現在全部化完妝了 頭髮也夾好了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應該給你們看 我今天的OTD 因為我今天穿婆婆買給我的那件洋裝 你看 他領口有點低 所以我裡面加了一件小可愛 不然感覺有點不適合家庭活動 就有點太VCUT 我覺得超可愛的 好出發 這就是我們昨天去拿的下午茶的東西 這邊有三明治 然後這應該是熏鮭魚 然後婆婆現在在把小黃瓜 你做了嗎? 對我剛剛做了 這是婆婆自己做 這不是那個店的 然後這邊有 你看看這個 ��得太棒了吧 很漂亮 你看這邊有 ский餐 你看這個臉就是很大 你看這個臉就是在跑 這件很可愛 好可愛 你覺得這個瓶子嗎 可以看到嗎 一個瓶子 filled 一 insanity 看一條瓶子 沒有瓶子 錯了 不,瓶子 是食物 到外面有了 有所有人都有味道? 是,有 Technique? 是啊,漂亮 i approve? 對 i approve i don't know if someone's困難 on love goodness 许可爱的 你玩的好意思 I know it was so big I know it was so big I know it was so big I know his head was massive All right you gentlemen All right Who is ready to chow Let's do it Me time You guys 你怎么能吃? 哇,什么都在那里? Sausage roll! 有点 有点 你为什么要拍摄了? 你为什么要拍摄了? 真的太重了 謝謝 還有一個小剪子 你看那個小剪子嗎? 你把剪刀剪掉 好 然後你把剪刀剪掉 這也是婆婆自己做的小黃瓜 我把剪刀剪掉 他把剪刀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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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夫 很酒 還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其中一个 那你有什么想法来发表一下 我觉得她觉得我包包太多了 但我不管她是我的生日 你看这个 她说她说她认为我有太多人 但我不在乎她认为她认为她 这是我的生日 因为我不是每次去HomeGoods 都会很想买这个吗 那个鸿鹤的东西 我的天啊 那里有我的批评师 好 因为她知道 婆婆知道如果她买一个大的 我老公一定会生气 所以她买 她买一个小的给 正在相互批评 正在相互批评 因为她是放那个 纸巾的 所以她还有附赠这个 好可爱的 好可爱的 好可爱 然后还有这个 哈啰大家 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 我今天的行程是什么 我想要必须先来化妆做准备 因为我今天起得比较晚 我昨天晚上睡得很不好 所以说我有点赶 所以我现在先开始准备 那我今天就是一样 要用零粉杆来上妆 可是我今天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会连着就是用零粉杆加上小飞碟 一起来上妆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两个加在一起的妆感 跟只单用零粉杆的妆感 哪里不一样 如果我要叠用小飞碟的话 我零粉杆就不会上这么多 我就会大概上个一层到两层就够了 因为你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小飞碟的整个遮瑕力是很够的 所以不需要 两个都上到很厚 我觉得零粉杆很棒的地方是 你把它点到脸上之后 就算你不马上推开 它也不会跟掉 然后它很容易 就是上到脸上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它马上贴合皮肤 然后感觉上形成一层薄膜 这种感觉就是 保水薄膜 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上一层之后的样子 好那这样之后 我们现在来上小飞碟 我还是要再称赞一次 小飞碟真的超美 这种感觉很有质感 我真的无法形容它这个质感 你们看喔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它会有一种水感 我觉得好像拍不出来 可是你压下去的时候 超像麻糬的 你看 然后我通常就会从面中 开始往外带 我刚不应该压这么多下的 但因为我想压给你们看 那个样子 我一般来说都是压一点点 然后慢慢慢慢的叠上去 然后它比较尖的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拿来上鼻翼这边 就是比较细微的地方 角落的地方 然后你看我先上一半给你们看 就是这边整个的遮瑕力 就比这边又好了 包括像雀斑那些的 我真的不太会形容小飞碟的 质感 质地 因为我觉得它不像是我之前 见过的任何气垫粉柄 可是它也不是粉底 然后我觉得它超厉害的地方 是它一点都不黏 因为你乍看之下 你这样就是 它就是很像气垫粉柄 那气垫粉柄通常都是 就是会比较偏黏 但它完全都不会 它跟零粉感一样 就是一上到脸上之后 就是马上会贴在脸上 然后形成一个保护膜 所以我觉得如果 你就算不喜欢气垫粉柄 你还是可以试试看小飞碟 因为它真的跟一般想象中的 气垫粉柄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它就会比零粉感再多了一层水光感 好我刚定完妆了 然后也上完腮红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定完妆之后的感觉 我真的超喜欢 超喜欢 不管是零粉感还是零粉感叠 小飞碟 擦擦出来的感觉 我真的都超级无敌喜欢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更完整一点的妆感 就是更遮瑕力更高 比较有妆感的妆感 那你就是会喜欢零粉感叠 小飞碟 可是如果你觉得一般的 就是不用那么全面 不用那么遮瑕的妆感 你就觉得够了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单上零粉感就好 那已经完全完妆了 头发也夹完了 然后衣服也换好了 我想说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完妆的妆感 你们应该看得到就是 如果你加了小飞碟 它会再有一个水光感 就是更 比较没有那么雾面的感觉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妆感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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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 我觉得我自己被自己推坑的感觉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OOTD 今天穿这样 看一下我的肚子 其实现在没什么肚子啦 我昨天去第二次产检 然后有量体重 因为从第一次去就有量嘛 然后现在第二次去当然也有量 然后我没有 体重没有什么变化 我还瘦了0.5公斤 因为就像我讲 我前一阵子真的太不舒服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吃东西 就是我还好的是我没有真的吐出来 可是因为真的太不舒服 完全没有胃口 所以其实前阵子吃的不多 然后因为加上我之前有两个月完全没有办法吃肉 我闻到就想吐 所以体重没有变重是因为这样 所以肚子也就给大家再看一次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这就很像 其实我老实说 这就很像我之前平常的身材 因为我本来就有讲过 我是一个 有点小腹的女生 就我肚子本来就蛮大的 然后 然后 我现在觉得 这就是跟我之前 怀孕之前的身材是一样的 老实跟大家说 我也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 本来我就有的小腹 还是说是 怀孕的小腹 但 至少我现在可以用 怀孕来当借口 怀孕的好处之一 我应该要先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行程 我今天的行程 是我要跟我婆婆去我未来要生产的医院去吃午餐 我当时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因为 婆婆说 这家医院的餐厅很好吃 然后因为 它蛮大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封闭的空间 我今天的过去是想要看一下医院里面的状况 因为我其实之前去过一次而已 因为你每次不会去 因为你没有生病 你不会去医院 然后我想说我可以去看一下整个环境 然后他们现在好像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真正生产的地方 原本你是可以进去参观的 就如果你是要在那边生产的孕服的话 但因为 现在好像疫情的关系 他们没有开放参观 但我想说如果可以 就是 我不用别人给我tour 就如果我可以走一下 我也会觉得比较心安 就至少我知道 之后 到那边去之后 整个大概的 环境状况会是怎么样 动线会是怎么样 因为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 我之前就有讲过 我喜欢 掌控一切的人 就我想要 我喜欢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像包括这一切 医院啊 医院的动线怎么样 我都会想要知道 然后我觉得 在美国生产 跟在台湾生产 也蛮不一样的 这我可能之后 有机会 再来录一支影片来讲 所以这里是为什么 我觉得今天去看一看 会让我心比较安的原因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点的汤 是鸡肉蘑菇汤 超级无敌爆 好喝 婆婆点番茄汤 然后我们还有 三明治还没有来 等一下才会来 然后给你看一下 那边应该原本是一个鲤鱼池 可是它现在在维修 这医院超大的 我点鲤鱼三明治 你看看鲤鱼 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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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的 我们现在要来做指甲 而且我刚刚明明就没有说我要做指甲 结果我婆婆就堵我的心 她每次都这样 我有时候都觉得她在我们的手机里面装那种 切听器 因为我都没有讲的事情她就会知道 反正我刚刚原本想问她要不要来做指甲 结果在我还没有问她之前 她就已经问我 回家了 因为刚刚指甲店里面的人有点多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拿相机起来讲话跟录影 那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做的颜色 我这是做一个酒红色 我蛮久没有做不是粉红色的颜色 可是因为我想说 算夏天要到了 但就不知道 只想换一个颜色 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刚刚戴一整天的口罩 就是我刚刚在医院的时候 他们其实我原本想要戴我自己的口罩 可是在医院门口的时候他们就发 就是强制你一定要带他们给你的口罩 所以他们就发给我这个 然后我就只要换这个 所以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带这个 然后刚刚去指甲店也是带这个 然后你看有多夸张 只有这边欸 这是我的鼻影 我觉得就是 我用那个Fenty Beauty的鼻影 真的认真完全没有欸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超厉害的地方是 你这样真的是去磨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啊 你戴口罩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时候你这样整个拿下来啊 然后上面全部都是粉底 看了就很暗窄 没有懂我意思吗 所以之前我还没有用到零粉感的时候 然后我还在飞的时候 我就都没有上粉底 就是我只有上防晒隔离而已 因为我就是很不喜欢 口罩拿下来的时候 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脏脏的这种感觉 可是他竟然可以 你看 真的没有欸 你不觉得很扯吗 我真的 我没有料到他竟然可以真的这么厉害 我觉得他的整个妆感啊 从早上到现在你们自己看 他不会说因为 虽然说我家这边真的不热 就是在这边你不太会有出油的现象 因为你不太会流汗 可是我觉得他整体妆感还是非常的服贴 他没有因为在外面 然后就整个可能因为摩擦或什么的 就会掉 就完全没有 然后还是非常漂亮的 也没有暗沉的问题 然后小飞碟啊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可以带出去随身 你可以带在身上出去外面补妆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零粉感跟小飞碟 其实我从早上上妆到现在 他就真的不太会掉 所以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补的 你们自己看 就真的可能我们家这边确实是不热 所以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在台湾 比较热的夏天 如果真的有掉妆的现象 小飞碟真的超级适合随身带出去补妆 然后小飞碟他会让你的妆 比较有水雾感的原因 是因为他里面有添加玻尿酸 还有维他命E跟B5 然后我等一下想要来做一个小小的时间 就是我想要去写下半张脸 然后再重新上下半张脸的粉底 来给你们比对 就是下半张脸 刚刚上的粉底跟上半张脸 维持差不多一整天的粉底 他是没有色差的 哈啰 我刚刚还吃了晚餐才要来卸妆 所以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了 然后你们看真的从早上到现在 他就是还是很服贴 不会脱妆 超厉害的 好我现在想要来卸下半张脸 我觉得我就卸下巴这一块好了 就是因为鼻子这样实在是好难卸一半喔 好应该很明显吧 就这边有一条线 看得到吗 就这一条 就是我下半张脸这边我妆都已经卸掉了 你看是白的 好那我现在要重新来把下半张脸上了 上妆 然后来看看上下有没有色差 然后因为我早上还有在上小飞碟 所以我现在会也是一样用零粉感再叠小飞碟 最后再简单定的妆 好了 你们自己看 是不是没有色差 他真的真的真的是不会暗沉 不会氧化 我觉得他的这个水光感啊 你越晚就是你稍微自己出油一点 然后可能晒一点太阳 在外面活动一下 口罩戴一戴 他这个水光感会让你妆感整个更自然更漂亮 所以这个越夜越美丽的一支粉底液 好再给你们看一次 没有色差 一整天下来喔 我早上11点多出门的嘛 然后现在就是7点16 然后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就是兰科他们现在在做活动 不管你是买零粉感粉底液 还是买小杯碟 他们现在都会送这三个 小赠品 就是有零粉感的粉底液 然后还有小黑瓶 还有极光水 你们觉得是超可爱的吗 反正重点就是他们现在 你们只要不管买零粉感或是小飞碟 他们都会送这三样东西 然后光是这三样价值 就已经1000多块了 所以我觉得超级无敌划算好吗 所以你也还在观望想要试试看零粉感啊 或者是想要试试看小飞碟啊 我觉得完全可以趁这个机会入手 而且母亲节快到了嘛 可能你可以买给送给妈妈啊 或者是送给 准备要当母亲的女朋友 未婚夫 未婚妻 未婚妻 或是老婆 好吗 我觉得女生收到这一罐真的都会喜欢 我真的好喜欢 这现在 现在零粉感熔灯我心中最好用的粉底液 这边最后再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就是零粉感真的不怕摩擦 他真的很不容易掉粉 这样白色的叫做厨房用纸 天啊 水 妳们看 妳喝不ere感变魔术吗 那你 真的没有 一点点 就这么一点点 所以今天零粉感真的是一個不怕尷尬的粉底液 就比如說你出去啊 然後你想要蹭老公啊 蹭小孩啊 或是蹭男朋友啊 或是蹭毛小孩啊 你也不會沾了他們一身粉 因為你看這樣隨便抹 他也都不會 不怎麼會掉粉 真的超厲害的 以上就是我這個禮拜的影片 希望你們還喜歡 然後我是自己真的非常 被這次合作的產品驚豔到 我自己是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他們主打的效果 或是妝效 跟比如說一整天不會脫妝啊 持久啊 保濕啊 不會暗沉啊 反正他們講的每一點真的都有做到 我覺得超級無敵厲害 我真的超級無敵喜歡 所以真的非常推薦給你們 不管是零粉感 或是小飛碟都一樣 然後這邊講一次我的色號 我的零粉感是BO01 然後小飛碟是PO01 是我用的色號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這個禮拜的影片 希望你們還喜歡 然後我也是真心推薦給你們 零粉感跟小飛碟 非常非常鼓勵你們去試一試 他們的厲害 我真的超級無敵喜歡 真心推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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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想幹什麼 amis 我們會不會想幹什麼 會不會想幹什麼 你永遠不是不破 你永遠不是輻 你永遠不是你 你永遠不是害怕